到疫情了現在除了桃園 我們剛剛已經講到了這電腦廠 他們有將近70人累計確診之外 在高雄這邊確診了 也在昨天加了14人 那麼一口氣就有46個地方 都有確診足跡 高雄三大把揮已經緊急宣布先停業 趕緊做清銷 甚至還有客人是吃飯吃到一半 被迫離場 中午吃飯時間 高雄大圓百大動作 趕客人 民眾吃飯吃到一半 被迫結帳離場 就時間到了 他就叫我們出來 好像很突然這樣 兩位女神大勞員跑來要逛街 被保全擋在門口 不得進入一列錯愕 大圓百零食營業到下午1點 另外孟時代也緊急宣布修館一天 哇 她白來了 今天修館 根本是要來逛 但是現在不能進去是這樣子嗎 是的 汗神巨蛋也緊急宣布 營業到下午4點 三大百貨都變成確診足跡 剛才說好要轉來這邊 高雄確診在家14人 除了百貨公司 前鎮一間中醫診所 自行宣布歇業 疑似有確診者去針灸 但卻沒有列為公開足跡 疫調更完整的狀況之下 在一併公佈 不特定接觸風險 跟不特定接觸對象的情形之下 那場域我們就會公佈他的一個足跡 高雄確診者足跡幾乎集中在市區 人幾人的公開場合包括三大百貨 三多商圈 三縫中街 魏武營 統統有病毒恐怕 端入社區 高雄新光輪群聚足跡 擴大案18352 40多歲男性在高雄確診 曾回台南老家 還到長照中心探親 害13人也被隔離 但耐PCR結果出爐 就怕這波傳染力太強 讓感染鏈再衍生 接著高雄台南 綜合報導 好現在本土疫情看起來是多點爆發 因為包括了南部有高雄對吧 北部呢在桃園這邊 疫情其實也很燒 那當然大家就會一直關注 到底哪一個縣市 目前的疫情狀況怎麼樣 結果就讓台北市議員 有時會發現了說 哎呦原來就連疫情圖表 都可以搞雙標 那我們請攝影大哥 幫我zoom in一點點好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張圖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這個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他們在記者會上頭的圖表 他說現在跟去年做法哪裡不一樣 就是已經不再像去年一樣 點名本土病例發生在哪一個縣市 因為呢 他們現在是桃園跟高雄兩個地方在燒嘛 這兩個地方執政的是什麼 是民進黨 所以呢就會發現了 如果你是在講全國的時候呢 就會知道 9個病例的雙北 跟117個病例的桃園 會是一樣顏色都是深紅色 但是如果北部的話呢 是只有34例以上才化成深紅色 那麼新竹是只有5例 新竹市 一樣是民進黨執政的啊 所以新竹市跟雙北 又不一樣顏色 那游淑慧很訝異 他說 威福部長啊 陳時中 我們都知道心是偏左邊 不是中間 但你的心會不會太偏 甚至偏到背後去了 這樣的差別對待 讓他無法接受 而其實呢 現在的這個群聚案件 很多人都在問 到底 目前是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們有沒有可能會升級 好專家林氏璧醫師 他就分析了 就他現在看到雅續的狀況 已經累計有70個確診 那麼他認為 病毒呢在工廠裡頭 傳了9天 還經過了一個假日 這些移工應該都有出門 所以很大的機會 是很有可能對於社區造成考驗 那麼網友也質疑 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桃園 你不自己直接升三級 警戒算了 對此陳時中的講法是 在他的觀察是現在疫情的追蹤 還可以查到感染源在哪裡 所以呢 他覺得把足跡好好的匡列下來 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但他也說 要真的發現 有很多個地方 都有社區群聚疫情的話 那麼就不得不升級 桃園亞視電腦驚爆70人群聚 主要就是吸體案延燒 兩名移工曾到吸體用餐 專家林氏璧分析 病毒已經在工廠內傳了9天 是否能夠成功控制 其實是一大考驗 星期天移工們 可能都會很喜歡去台北車站 或是某一些地方聚職 所以有沒有機會 他已經散出去了 我覺得是完全有機會的 這次的考驗當然是蠻大的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些移工 還有包括本土的工作人員 他們的感染人 人數蠻多的 表示說他的傳染鏈可能已經蠻複雜的 醫師水豐也PO文強調 跟病毒共存沒那麼容易 是當病毒是塑膠做的嗎 醫師謝忠學跟分析 現在國內已經進入選擇的分歧點 如果要清零 1月23號學測結束後 就該升三級警戒 如果是選擇漸進士與病毒共存 就維持二級警戒 小夫加強限制社交活動 與病毒共存 這世界上現在大家講 桃園疫情大爆增 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說這個年要炸了 還有人質疑 過年可以安心是誰說的 更有網友提出疑問 桃園要不要先升三級 多點的社區的群聚 那當然是不得不升 我們要進一步觀察 對於社區的影響 指揮中心強調 還不會要求桃園是升三級警戒 但大眾運輸防疫先加嚴 23號起雙鐵客運等 車廂內禁止飲食 在車站區域若有防疫距離 可以飲食 不過Omicron傳播力驚人 防疫措施加強 能否擋得住疫情 恐怕還是未知數 記者劉志展謝洪如 陳嘉倫桃園台北採訪不到 確實現在疫情呢 讓很多人會很在意 特別是如果你到餐廳裡頭 現在還是開放內用嘛 但如果進到餐廳裡頭 要內用的話 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好實聯制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在桃園亞續電腦場 這次會突然這樣的大爆發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時他們有兩名移工 去西堤吃飯的時候 沒有實聯制 所以第一時間沒被框煉 那他同一時間他又在上班 回到了工廠 就傳染給了其他的同事了 才會造成這麼大的一個群聚爆發 也因此昨天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已經嚴格要求餐廳 還有呢 這些餐飲業者必須要嚴格執行實聯制 如果客人經勸導之後 還是不願意掃QR code 或者是來登記實聯制 不落實的話 那麼就要停止內用了 而今天比較一個新的訊息 是大眾運輸已經不能飲食 最終會罰到一萬五 就從今天開始 包括了高鐵台鐵公路客運 還有搭船跟搭航空航班 這裡頭都是不能吃東西 要是違反的話 最終可以罰到一萬五千塊錢 這些其實都是因應現在本土疫情升溫 必須大家要一起來配合的重點措施 而另一個部分則是快要過年了 那每一次過年的時候呢 還記得嗎 一定會有人去搶頭箱有沒有 大家就往前衝啊 這樣又如何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也因為這樣 所以昨天內政部呢 他們也進到了指揮中心來 一起開記者會 說雖然指揮中心現在是且戰且走 沒有升級的打算 但是這些宗教活動必須要停辦 搶頭箱 遶境搶春牛等等活動 甚至啊 這個徐國勇 我們的內政部長 還直接告訴大家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 看到老人家 曾經有人是 自己帶拔筊有沒有 那個拔筊自己帶到廟裡頭 然後自己拔 他認為現在在廟裡面呢 已經要禁止提供籤筒 還有供盤了 如果你真的要拔筊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家裡的筊拿到廟裡頭 用自己的這樣 比較不會有傳播的問題 我在這裡要特別拜託 所有全國的民選公職人員 還有我們的政府官員 我們禁止跑團 要拜託大家在過年的時候 大家共體時間 我們把這一波的疫情 讓他很快的度過 來作為民眾的典範跟表率 再來我們必須要大家一起來 防止聚集群聚等等相關的 這些場所所以跟活動 所以我在這裡要特別拜託大家 停辦容易聚集擁擠的人潮 而且難以維持社交距離的 這一些相關的集會活動 譬如搶頭箱 這個是很難去保持社交距離的 還有我們相關的遶境遊行 搶春牛等等 我們是舉例 類似的這一些也拜託大家 在我們這個春節期間 我們來停止舉辦